你好,今天是2023年12月10日 想跟大家說說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就是想說新地在Yoho West的銷售情況 報紙報回來的銷售情況是不錯的 接近是買了所有單位 由開房式單位去到三房單位都買了 今期的價單比上一期是貴的 你沒有看到我這幾天估計銷售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我也想看多一層 究竟真真正正是不是賣得這麼好呢 原來真的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數字就是數字 不可以說這些人是傻的 肯給這個錢去買 就是他們不對 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始終他們是真金白銀 是給錢下訂去買 就是出現了這樣的結果 第二個結果就是 這個天水圍 同樣在天水圍,嘉湖山莊 在做的價錢是這麼低 就是說 嘉湖三房是在說四百多萬是在做的 很坦白說 真真正正有些人是願意去新樓的日價 給一些舊樓的日價高那麼多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我也很想知道 就是有時候這些東西很有趣 為什麼他願意去給一個這麼高的日價 不在市場去買一些已經是便宜這麼多呢 就是說一間的Yohu West 可能等於沒有兩間這麼誇張 或者可能是一間多的嘉湖山莊 那如果是我去選擇 我會選擇嘉湖山莊 但是市場就出現了這個選擇的時候 那這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想都要花點時間 去找到一些買家或者等傳媒 去告訴我 那個結果是怎樣 那這個是房地產的市房 那另外一個市房 我想分享的是 最近就是 有一間會計師樓 水記Price Waterhouse 就要求一些上市科的職員 是可以預先放2024年的年假 那那個原因就是說 希望那些員工健康一些 那背後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IPO在香港就很清閑 員工是可以預先去放假 那就是說 如是了 香港的金融市場 未來這一年 都不是那麼 會是 雜時間 是會轉得很厲害的 就是除了之前那一間 Deloy 是要求員工去放年假之外 現在呢 水記Price Waterhouse 也都要求他的員工去放年假 那就是再在話 金融市場呢 在香港呢 並非是 一個 這麼好景的 一年 未來這一年呢 都 要看一下那個真真正正的市場 如何去發展 那第三個我想說的呢 就是講一些叫做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呢 就在一個上升位那裡 那有一間機構 那不知好大 那沽空它 就是看不好加密貨幣 就覺得它不值錢 那一天之間呢 是輸了三十億港幣 那想跟大家說 就是有時候那些事情呢 不是你一廂情願 覺得它不值得那個價錢 就可以去沽空 我想說就是 你看不好 不是代表你可以沽空 尤其是有些事情 是沒有基因的 好坦白說 比特幣是一些沒有基因的 大家可以覺得 有兩塊意見都可以 你可以覺得它是垃圾來的 一民不值 有些人會覺得 它有它那個價值 就算你有一千萬個理由 覺得它一民不值也好 那個事實就是 講緊 它是在三萬多元 四萬多元一顆 的比特幣 可能它沽空的時候 是二三萬元一顆 它有一萬個理由 覺得它是一民不值 是零 是垃圾來的 都不可以去沽空 因為沽空是一個很危險的遊戲 尤其是一些沒有 叫做 Fundamental 或者是那個貨源 是嚴重歸邊的時候 你要去補倉 你是補不到的 這就是現實 因為你沽空了一些東西 你沒有辦法在市場買得回 或者你要被迫在市場的高位 買得回的時候 根本就是整個是一個局 那你怎麼知道 人家是數到人家的沽空倉數的時候 就走去夾高你 這些隨時在股票市場 是私空見慣 記得應該是早兩年前 曾經有人沽空一隻 是做錄影帶的股票 我又不記得是 什麼公司的名字 在美國的 誰知道是給那些股民 是買到它上升 買到它爆 即沽空那些人 就是輸大錢 這個大家就要設計 即是市場專門收聰明 你覺得你很聰明 可以在市場呼風喚雨 當那個市場 你沾每一個市場 都可以賺到錢的時候 你就會出市 那麼比特幣 很多人說它是沒用 但是正正是它的沒用 就是令到它可以生存 那麼這些就等於孔子說的 沒用之用 即是棵樹越歪靈歪靜 它就越可以生存 即是生得直不甩 一定被人斬了 要來做板 由於它是挑戰不了 美元那個生存的價值 因為它的體系 那個量跟美元相差那麼多的時候 美元就可以放它一馬 做回它可以應做的事情 即是用來去黑市做買賣 去做買器官 或者是去被人勒索去給比特幣 去洗黑錢 這些全部都是它可以用的功能 那麼這個就是在說比特幣 那麼第二 再去想說的話題就是在說 英國政府最近 那些人呢 簡直是手上都出聲 對這麼大量的移民 去了英國呢 他們要去想整個政策 需不需要轉變 因為過去那幾年呢 有很多人就申請了 入籍這個英國 尤其是香港有很多朋友 身邊有很多朋友呢 是過了去英國 那用一個BNO的身份 過了去英國 那麼移民呢 或者叫移居呢 即是內地 即是如果移去內地 我們叫移居 就不是移民 那其實要去想清楚 移居就簡單一點 始終中國人呢 那那個文化呢 是接近的 而移居 只不過可能是一個 高成本的生活質素的地方 去了一個低成本的生活的地方 是令到自己 每一個月的支出是減少的 但是如果你去移民英國呢 是文化的不同 可能是這幾年 基於大家政治的理念 不一樣 而去 那麼過到去呢 其實 要去 真的要去融入 當地的生活 因為去到的時候 不是再講政治理念 那麼簡單 是講著 每一天要面對的問題 可能是生存的問題 可能是做事的問題 可能是子女的讀書的問題 可能是文化的問題 你要去克服 即是移民了 即是不應該再去關心 之前原居的地好 或者是不好 因為很多人是會再關心 那個原居的地 即是關心香港的情況 因為他要寄望 香港不好 才令到他會告訴自己 令到自己舒服 香港不好 那麼移民英國 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令到自己舒服 那麼我覺得這個心態 就比較辛苦一些 即是等同你離婚 那你是應該寄望 之前的前任啊 太太啊 都希望過好的生活 即是沒有理由 希望他過一個不好的生活 或者是難女朋友 意見不合 他不跟你在一起 你都是應該希望 那個女朋友 你的ex呢 都是過一個好的生活 那麼這個是一個人的亮度 那 即是等於我 跟有些移民了英國的人 那個政治理念不同 那麼我也會祝福他 在英國過好的生活 我不會希望他過得很慘 即是我覺得 那些人應該要去向善那邊想 那些人去做一些祝福 那些人去做一些祝福 那些意念不同 其實很平常的 就是分手 分手 希望在他在新的領域裡面 找到新的希望 那我想說回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 其實在97年那時候 那時候 94年公佈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那時候有很多香港人都要求 英國是給居留權的 即是無條件 給香港持有BNO的人有居留權 那時候是拒絕的 那今時今日呢 在2021年左右 就公佈可以過去 那究竟他們打什麼算盤呢 其實我永遠都是 即是國家呢 是不是講人意道德的 國家和國家之間呢 就是講利益的 如果是講人意道德 那應該有很多難民 比如是敘利亞 比如是那時候伊拉克 比如是很多中東的戰爭 或者歐洲現在 烏克蘭的難民 巴勒斯坦的難民 是應該是要去接收 那為什麼不接收呢 就是因為自己的 叫做利益問題 英國政府也都試過 有船過去英國 他直接把船拖回去公開 那反過來 在九幾年的年代 八幾年的年代 那時候有很多越南的難民來香港 那如果香港不接收這些越南難民呢 是給全世界 尤其是聯合國 就說香港做得不對 要香港硬吃這麼多難民 那這些雙重標準 是經常都私空見慣 那另外一個 大家可能會說 英軍 英國 撤出印度 那個 不再要印度做殖民地 還回政權給甘地 那 就捧了甘地成為英雄 那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就是做神很容易 孫中山是其中一個神 甘地也是另一個神 其實 英國政府 其實它有一個叫做經濟的考量 他們在印度拿回來的東西 和放在軍事裡面 付出 他要看究竟 那個付出和拿回哪一個多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考量 那麼他考量得到原來他擺的軍事力量是這麼多 但是拿回來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那麼他的選擇呢 就是光榮撤退 這個就是一個現實 那麼 英國 他不想 留回香港 給他繼續 97年之後在這裡嗎 他想的 不過只不過 形勢又比人強 中國 是要決定 很有決心地收回香港 回歸中國 那麼所以 就令到大卓爾 見完鄧小平之後 就在人民大會堂 門口滾下來 那麼這個就是 講的是一些計算 軍力的計算 決心的計算 那麼 不要以為 就是 國家和國家之間 是 講很多仁義道德 永遠都是 利益要先 那麼 現在他們講 有機會去收緊那個 移民政策 無可厚非 因為他們自己的財政 都不是那麼健康 你會見到 現在英國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市 是 說的是 破產 日不夫之 那麼 如果 你對 英國政府 沒有貢獻 就是 那個 不是那麼夠的時候 你想著 在那邊拿福利 我想他都會關門 這個是很現實 就是他都要去 為他的選民去做交代 不可以做一盤 蝕本的生意 就是 經營一個 國家也好 或者一個地方也好 都有他的那個 條數要去計 自負盈規 那麼你香港也是 現在差不多連續四年 都是赤字的 大家就很擔心 那麼他那個赤字 會不會變成一個結構性的赤字 2023年 都可能有接近千億的赤字 2024年 會不會好轉呢 如果連續五年 都是赤字的時候 就不是一個周期性赤字 那麼簡單 變成一個結構性的赤字 這個也是 為什麼 最近有一間 平和公司 是去將 香港的 未來的前景 是去下跌 那麼這個 人家去這樣的擔心 也是無可厚非 那麼這個下跌 是相牽連的 因為 你的政府 未來的前景 都被人下跌了 在 依賴香港的企業公司 或者在香港發展的公司 都會有機會 因為這樣 而將會遭受 平級公司 會下跌 下跌的時候 就會影響了 那個 叫做貸款 或者是 叫做 發債的時候 那個利息 就是可能 以前 由 譬如 上市公司 很漂亮的 藍醜房地產公司 可能 以前發債 可能是 說 HIGHBOR加1 HIGHBOR加1.25 可能現在 可能要調升 就由HIGHBOR加1.25 去到1.5 或者去到HIGHBOR加1.75 令到 利息成本 就會上升 那麼這個 大家 就要去 思考的問題 你走去說 那個 評級公司 有問題 那 倒不如 就是 看看它背後 那個理據 是不是有 真正的 原因 在 那 你口號式 只是說 那個評級機構 是抹黑 那我覺得 沒意思 是應該 拿它的報告來看 它有什麼數據 你就逐一去 反駁 那 並非是說 單單一句 是口號式 去到 上綱上線 去攻擊它 那 那 你去到國安法 你講什麼都一定 對的 因為 你是說 在一個意識形態 是攻擊一些 人 是說 它 是為了 背後有政治目的 而將來降級 並不是看它背後有什麼理據 那麼 評級公司 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最簡單 就是 解決了 製造問題的人 就可以了 歷來朝代都是這樣的 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最簡單 這個是 我最不想見的 等於有些人 善意也好 或者如實這樣說 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最簡單 要去滅這些聲音 很簡單 把這個人滅了就可以了 但是 往往 忠然就逆耳 那 很難聽那些說話 就是 你告訴他們 有什麼問題 做得不好 那麼 那個 一個 當事者 一定是覺得不好 因為世界上 每一個做皇帝的人 做領導的人 都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明君 是不是明君不是 自己說了算 是由一些 叫做史觀 去 紀錄那個事情 由後世人 去評級 你是一個明君 還是一個昏君 那 所以什麼叫做 概觀定論 所以什麼叫做歷史 所以史觀 為什麼這麼受人尊重 因為它是不會 supposed to be 就是不會受到 一些政治 或者一些權 去被 受壓 去改變了事實 但是 都會有 歷史 會被扭曲 或者是會被 有時候有些 謊言說一百次 就會變真話 扭曲 也會存在 這是一個 挺有趣的議題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歷史 尤其是 沒有一個人會真真正正 還原到真情的情況 主流的歷史 通常都是贏那個 去寫出來 一定是寫到自己 有多正確 又寫到自己 如何好 那 或者寫到之前的人 如何不好 那 有時候 有些 叫做 不是正史 那 會是 看到另外一面 之前看的那本書 晚清 80年 還是18年 就是 說得不錯 是 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滿清 滅亡 看 慈禧 看 袁世凱 看 孫中山 那 是不是 我們現在經常看那些 清宮縣 慈禧 或者 袁世凱 那個情形是不是這樣 不是 那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多些 不同的 歷史書 去 思考一下 究竟 是不是 主流的 歷史 是對的 就是 要去看回 當時的時代 一個 百多年前 全中國 有九成多人 是文盲的年代 是一個帝王的年代 他們這樣去做 那個 決定 由 帝王的制度 一個 民主 叫共和的制度 出現的情形 為什麼要再去變回 做 帝王的制度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 大家可能 需要再去套回 那個時代 去想 那個情形 因為 說真的 所有的道德 所有的 對事件的批判 時間 時間 是會不同 即是說百多年前 是說麻分瓦架的年代 是可以說三妻四妻的年代 今時 是說自由戀愛 一夫一妻的制度 你用今天的眼光去看 那件事 一定不對 即是等同用今天的眼光 看幾百年前 看奴隸是有買賣的制度 是有人 是有階級的制度 一定是不對 但是在那時候 是出現了就是出現了 即是不可以說 如果你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是不對 那這些就是 看歷史的時候 是需要 即是要 抽離一些 即是不要在自己的領土去看 在月球去看回 那時候發生什麼問題 抽離回 不是在這個時空的 嘗試代入回 在那個年代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 出現了 背後一定是有些 環境的變遷 力量的爭奪 各種之間 一些利益的關係 叫動到別人的利益 才會有這麼多的變化出現 即是 並非是以今天的角度 民主啊 什麼世界大同 要去想 如果是用這樣去想的時候 你看歷史就看得很偏 這個是我自己看歷史 有些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未必對 因為我講這些的時候 有很多人去反對 因為他們會給很多主流的歷史書 教科書 已經是洗腦 是只有既定一個模式 我喜歡嘗試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問題 這個令到自己 每個人都說自己客觀的 我也是覺得這樣 可能是另類的思考方式給大家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聊一聊 拜拜